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拥有点害怕 因此 我听讲解 我知道你已经知道了 对不起 我真的努力了 但确实演不了 你还好吗 获连 怎么是你 我上个月去中东出差 买了一些纪念品 如果你不忙的话 抽个时间我给你带过去 不好意思 刚才不知道是你有点激动 谢谢你的礼物 不用麻烦你专场跑一趟了 我明天没什么事 可以过去你那边拿 好的 你没事就好 我的意思是 我明天没有课 可以带你参观一下我们学校 好 那你一会儿把定位发过来 明天见 明天见 这是我在路边看到的波色猫百剑 女生应该会喜欢 谢谢 太可爱了 她的样子很像你 我就当这是夸奖了 可以说说昨天发生了什么吗 我看你很久没有发微博了 上次的事 是不是还没解决 如果只是谣言 总会有真相大白 水落石出的一天 那不是你的错 我相信 你可以用作品说话 但现在 我自己出了问题 我试进电影女主角失败 又去试了几个电视剧配角 以为可以找回一点自信 结果一个都试不上 导演一顿点评 我感觉 我已经不会演戏了 在同一件事情上连续受挫 的确很难受 不如换个工作方式 转换心情 你也觉得我不适合拍戏了吗 不是的 我只是觉得 除了演戏 你也可以试着参加一些别的活动 比如最近很火的演技类综艺 不但可以在实践中学习 还能让观众了解真实的你 去除他们对你的偏见 你说的是表演课吧 那个节目和神很严格 一般人很难报声 不过你说的对 提升演技的方法有很多种 我应该走出去适应镜头 声忧请就位 大型配音演员竞技节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小虎 好久不见 你们公司就你一个人来 哪能啊 丁老师也来了 他带着俩徒弟同台经纪呢 我的妈呀 丁老师 我的偶像 我是从小听你的金赏大的 注意你的措辞 这次来的好像不止我们几个工作室的CV 我刚才在化妆室看到了那个谁 他名字有点耳熟 他是不是之前和陈婷宇吵绯闻的那个 青王的总裁好像也跟他有关系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娱乐圈的事谁说得清呢 不过他一个演员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听说不止他一个演员会来 可能是节目组为了热度吧 一个比赛节目 肯定少不了观众投票啊 这些演员自带粉丝 我们怎么拼得过 太不公平了 我看未必 演员和专业CV还是有弊的 没准他们在第一轮就被淘汰了呢 乐观一点 嘘嘘 有点事 他们进来了 不错 节目效果满分 欢迎来到声忧请就位 50位声音演员已就位 话不多说 我们直奔千道台 请各位选手来一段自我介绍 向大家展示一下什么是声忧吧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八音河工作室的露露 从事配音工作五年了 代表作有刺客123的123 我是来自乐声房的张乐 在电视剧长安一梦里配过礼馆 我是当朝公主 耳赶 均不见高堂明镜 卑白化 朝如青丝 暮成雪 大家好 我是八音河工作室的徐凯 曾经在抑制场工作 大家好 我是一名演员 学过一点配音 很惭愧 没有主意过什么作品 只能给大家表演一个陈恋了 出东门 过大桥 大桥底下一束枣 拿着杆子去打枣 青得多 红得少 一个枣 两个枣 三个枣 四个枣 五个枣 六个枣 七个枣 八个枣 九个枣 十个枣 太久没练 见笑了 他来了 带着必修课来了 我不禁想起了我当年被各种绕口令支配的恐惧 这个枣 在座的各位想必都数过 不过这位同学 你们老师也挺狠的 竟然让你们倒立数枣 下一位自我介绍的朋友 压力顿时大了 不知道有没有点特殊技能呢 既然这样 我去给他加成点rap吧 好家伙 本来只是想利用他增加一点讨论度 没想到节目效果还不错 一会儿 让主持人多cue他 这样会不会太华中取宠了 一档声优节目 焦点却在演员身上 你懂什么 没有热度什么都摆的 观众反抗太强烈怎么办 他黑料那么多 初期镜头都说明不了什么 如果他的公演舞台拉垮了 正好可以衬托出其他选手的专业 总得有个人拿祭天剧本 欣赏完了精彩的表演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第一次公演舞台的选角规则吧 结合各位选手的履历 和方才的声音展示 我们暗中观察的评委老师们 已经给出了初评级分数 初评级分数暂时保密 会在选手选完角色后公布 首次的声音公演 我们提供了12部作品 供大家挑选 每部作品有3到5个角色 选手依次进入声音长廊 进行选择 如果出现多人选择了 同一个角色 初评级分数最高的选手 直接获得该角色 嗨 动画组选的人好像不多 要不要加入我们 好啊 你打算选什么角色 秘密 声忧请就位 第一场声音公演正式开始 请屏幕前的观众们 务必带上耳机欣赏 此事部得知 袁氏是自己书中的人物 他想毁掉这本书 让他以人的身份 生活在平安京 原稿已经丢了 你不必回去了 这余书 人们会渐渐忘记 拿走原稿的人 是你 书稿虽能藏起来 人的痴意却藏不住 乡子小姐 又何必自欺欺人 若是回到书里 它就会变成死亡 我宁可毁了这本书 书里的平安京需要我 故事不该缺少主角 就像这里的平安京 需要你的故事一样 我不会死 只会永远活在你笔下 原始 永留平安京 留不住的人 偏要强留 倒像是 乡子小姐会做的事 对不起 用如此难堪的手段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这会是最后一次 你自由了 留下来 不为我 为你自己 就当这是我留给平安京 最后的物语吧 你说过 你要以笔为刃 写进天下女子的故事 写绝言 写不平 写不公 我会成为你最好的一把刀 再见 相思小姐 请锁票 五 四 三 二 一 投票通道已经关闭 感谢配音演员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公布身份前 我们来听听 评委老师们的评价 非常完整 有张力的表演 但还是有些瑕疵 原始的声线 很贴角色 情绪上可以更到位 有几个地方口型没对上 属于比较严重的失误 安倍晴明 在这段戏里 没有太多可表现的地方 很吃亏 但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紫诗部的声线 和原声有较大差距 观众先入为主 很容易出戏 所以我给的分数不是很高 原始和安倍晴明 我赞同孙老师的意见 紫诗部的声线 确实不是特别贴 但他的整体气质和情感融入进去了 他的状态让我忘记了原声 一起投入进去了 我觉得还不错 原始出现了严重失误 口型一掉 整段垮掉 安倍晴明和紫诗部 我给了高分 感谢评委老师的点评 让我们公布最终得分 安倍晴明 一百五十三分 原始一百二十八分 紫诗部一百七十分 恭喜 让我们的配音演员 走到目前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炸了炸了 紫诗部居然是他 我还以为是阿慧姐 他竟然这么专业 这段太有感染力了 我都快忘了原声是什么样的 恭喜你拿下本场最高分 刚才评委们都有一个疑问 你为什么会选择紫诗部这个角色呢 其实我一开始选择的 是大鱼海棠的春 但因为有三名选手选了春 只能接受调剂 就是 出评级分数不够高 我选了一个相对合适的 原来是这样 在升线不贴合的情况下 还能有如此出色的发挥 真是出人意料 我好像看到了我的一个不成器的学生 亏我还替你说话打了高分 你上前面来站着 岳老师 我记得 你好像没毕业多久吧 怎么就退步成这个样子了 你说说你呀 声音的塑形 我是不是白教了 中间呢 还有几处吞字 好在观众手下留情 没有第一轮就把你送走 行了 回去好好反省 不论你将来从事什么职业 都不要把基本功荒废了 谢谢老师 谢谢观众 来啊 云庄部学强将 我死了 总会有人替我讨债 不对不对 这一段一定不能软 拿出女将军的架势来 对吧 既要有对兄弟的信任 也要有对敌人的嘲讽 来啊 云中部缺强将 你看 是不是 声音是在这个位置的 气给足了 就不会吞字了 来啊 云中部缺强将 不错 往下走 至于你 你们这些废物 注意用声音去构角色 哎呀真是晦气哦 看声游节目都能看到他 那谁啊 网红吗 一个小胡胡 没什么作品演的一个配角 天天细写炒CP 现在又来祸害配音圈 哦 到另念个绕口令就算配音演员了好 给那么多镜头吐了呀 就这 数个枣子也行 哦 我的小胡老师都没有镜头哎 听说他第一轮表演分数很高 啊 我恨黄族 没想到他会去参加声游请就位 黑粉贷款潮了一周了 我好担心他啊 一个演员来声音游节目 那不是被吊打吗 真不知道你喜欢他什么 我就喜欢他的脸啊 太渴了 不行 我不想一个人看 你陪我一起 哎呦 时间应该花在有意义的地方 啊 你的时间作业借我看看 哎呀 看完第一场公演再写作业 行 我就倒是看笑话了 这个节目气死人了 评委会不会啊 弟弟老师配得那么好 居然去了带定席 淡定 这一看就有剧本 你的丁丁老师会逆袭的 哦 我女儿好争气 哼 她居然还会变声 我都没听出来自食不是她 哦 确实有点东西啊 她居然比几个专业配音都强 我还以为她普通过样都说不好呢 那不至于 你看 又老师都说了 她也是专业的 好好好 你女儿是专业的 我承认她声音不错啊 但不值得洗白 谁让她捆绑成成 怎么 没有 今天休息 听你的声音 心情不错 前阵子不回复消息 是我的不对 我会调整心态 以后不会这样了 等我录完这个网综 会配合公司 去接一些其他通告的 如果公司 还要我的话 你安心录节目 不用担心资源问题 我有个业内的朋友 看了你的资料 想邀请你去演他的网络大电影 真的吗 几月开拍 这个月开拍 我帮你退了 对不起 我不该一意孤行 去参加声有请就位 谁也不知道 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声有请就位 我看了 表现得不错 顾总 张总来电话了 有点事 先挂了 柔然骑兵突袭三河营 携战利平凯旋 华木兰夜奔十里 欲将副将西准的首级追回 还给我 把我的兄弟还给我 是你呀 燕燃山的守护神 花将军 你怎么一个人来了 其他兄弟呢 云中天坑埋下的 十万孤魂野鬼 都是我的兄弟 我再说一遍 还给我 这是我们阿瓦尔部的战利品 我会把它带回王庭 献给大汗 你敢 你真当自己是战无不胜的神明 柔然骑兵的铁梯之下 神也会被碾成坟墓 都愣着干什么 给我把这个疯女人拿下 来呀 云中不缺强将 我死了 总会有人替我讨债 至于你 你们这些废物 不好 受被军杀过来了 带着你的兄弟 滚 来年春天 就是我乌塔纳 踏平云中之时 华将军 华将军 灯天会暴去 燕燃山的雪会灰 柔然铁器 永远 踏不过泪水河 把掌声送给两位配音演员 至于你 你们这些废物 刚才台下的男生都废腾了 还有人哭着说 我是废物 想问问两位演员 都玩过绝对联盟吗 嗨 我们00后 每天都好好学习 怎么会玩游戏呢 什么 云中守备军 大漠铁骑 都不知道的 更不会半夜发出 花将军 求你踩我的怪叫 对不起 大意了 你呢 花将军上手难度太高了 我不得不背叛他 首选大漠英雄 竟然是这样 云中守备军 要小心叛徒了 你们这些人啊 嘴上说着00后 实际上都是老玩家了 向观众拉拉票吧 来年春天 我必踏山而来 大漠铁骑 废物 请大家投我们一票 没错 我是废物 大漠都是废物 将军说什么都对 哎 哥 出门在外注意形象 你在看什么 啊 热搜上刷到的 想不到他还挺会 新资料片可以带得到 哎呀 别沉迷游戏了 先想想一会儿 怎么面对顾念吧 怕什么 刚才说的 我在电话里 说得很清楚 我对他没有半分亏欠 这节目是淘汰色 还得靠观众投票 那不是要没了 32名演员 11个片段的声音公演 已经全部结束 现场观众投票前10名的选手 直接晋级下一轮 剩下的22名选手 三位评委进行亮灯打分 获得三盏灯的选手 才可以晋级 从我们的云颠之战组开始 这位选手 请上前一步 接受评委的选择 五四三二一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虽然抱着学习的心态 来到这里 但还是希望 能继续走下去的 不用谢我们 应该感谢的是你自己 抛开杂念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又找回了状态 我相信不只是我 另外两位老师 也觉得你会成为一个 很好的配音演员 好好加油 不要浪费自己的天赋 想不到吧 解释经历过娱乐圈洗礼的人 我相信 我相信 希望 是我们这个年代 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 希望 希望 是我们唯一回家的方向 哟 这么晚了 还不回去休息 这不明天又要比赛了吗 我有点紧张 想再练练 时间过好快哦 这才没多久就半决赛了 他不是皇族吗 怎么被淘汰了呀 节目组终于做人了吗 大家好 我是 很高兴这次能参加深游请就位 之前也配过一些角色 比如手游望穿风华路中的史军 动画猫咪大作战中的皮皮猫 广播剧十字路口中的观铃 一开始只是抱着偷试学艺的目的来的 没想过能走到十六强 虽然以两票之差翻车了 但我已经很满足了 这也说明了 我离一个优秀的配音演员 还有一定距离 感谢节目组 评委老师 一起进步的小伙伴 特别感谢 岳老师对我的栽培和指导 还要一直支持我的人 谢谢你们 差两票 那是蛮惨的 我在微博上看到新运的粉丝建了一个群 专门给她的对手投票 这不是她活该吗 死得那么差 还是营销卡 不过说实话 她配的也没有那么差 就是镜头太多了 躲着走了吧 没想到她还配了望川的使君 我最近一直在干这游戏 她真的是个二次元啊 还玩绝对联盟 钱规则天打雷劈啊 我先说 但这是个竞技节目 不应该牵扯到私生活 所以说顾范 你倒是出来让她复活啊 我好喜欢望川使君的声音啊 居然是她配的 震惊 配了一个望川使君 就有光环了吗 和她一组的哪个不比她强 不是吧 不是吧 现在还有人说她是皇族 两次拿到不适合自己的角色 是太余换给你的 你乐意吗 粉丝穿件衣服吧 拒绝猎记一人入侵二次元 怎么就猎记一人啊 顾范不是发律师函 否认了这件事吗 如果事情反转了 你们道不道歉 我就喜欢看她进决赛 打起来 打起来 你可算是接我电话了 还以为一辈子不理我了呢 对不起啊 那段时间什么角色都试不上 总觉得没脸见人 现在已经没事了 这次算我的 新有天地附近 新开了一家芝士火锅 我请你 这还差不多 没想到你一声不响的 就去参加深游请就位了 还表现得那么好 哎呀 是得吃顿胖的 庆祝一下了 我哪有你说得那么好 我都被淘汰了 那又不是你的错 只是角色不适合 评委老师都为你打起来了呢 我经纪人刚才感慨说 你是腥风血雨的体质 天生就是该红的 他不会认为 黑红也是红吧 那当然 有的明星 努力了一辈子都是徒劳 你已经很幸运了 既然阻止不了黑粉 那就想办法利用起来 让大家看到你 了解你 才用作品打破片剑 我是不是太激动了 没有 你说得很好 黑红就黑红 我现在热度更高了 也在舞台上 找到了表演的感觉 西安彤的演员 现在还没有定下来 我想再试试 真的 太好了 你的意思是 你又可以演了 是的 这次我确定 我可以把握角色 不会再做剧组后腿了 可你要明白 剧组不可能为你 一直保留这个位置 公开试镜的邀请 已经发出去了 我知道 我只需要一个试镜的机会 不需要你替我说好话 下周一 下周一金沙滩酒店 有一场试镜 你可以去 谢谢顾总 不必 我不会插手导演选剧院 剧留只能看你自己 你就是牟川内定了 之后又不想演的演员 没有不想演 我只是觉得 我是个新人 能力不够 不足以胜任 一部电影的女主角 这才过去多久 凭什么你现在 就可以上任了 因为 生有请就位 第三次声音公演舞台 第四组表演 《流浪地球》已经结束 我们有请评委老师们 进行点评 刘培强的配音 我给十五分 他的声音处理 非常有层次 看得出下了功夫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特别打动我 刘启呢 我也给了十五分 他的声音和原配 几乎没有分别 这只能说 是一个高级的模仿 没有演员 自己对角色的理解 韩多朵这边 我给了十二分 如果说前面 我还在努力入戏的话 他的声音一出来 我立刻跳戏了 中间还有一段嘴瓢了 总之整个表演 给人的感觉就是 乱 缺乏代入感 希望各位继续加油 我的分数是 刘培强十六分 刘启十四分 韩朵朵十五分 虽然这段表演 确实不怎么样 但是哪个演员出了错 就该给哪个演员扣分 嘴瓢的不是韩朵朵 是刘启 我觉得作为评委 打分的时候 还是需要把人对上的吧 岳老师 我知道您是出了名的护短 但他的表演在我这里 只能给到十二分 我希望我点评的时候 别人不要插嘴 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 十五分在我这里 也不是一个及格的分数 我自己的学生 我自己会骂 但在这之前 我想问问你 为什么又选了 不适合自己的角色呢 因为 我配过不少 玉姐和女王的角色 想挑战一下 小女孩的声音 透看戏路 没想到高估了自己 连累了大家 真的很抱歉 不不 不是这样 他没有连累我们 是我经验不足 只能模仿 声线后差不多的刘启 他才不得不陪着 我选这个剧本 你也是演员组的 捏着嗓子说话 哪里就很专业呢 对不起 是我脱大了 我以为选韩朵朵 可以给观众带来惊喜 但我的基本功还不到位 我不该好高无远 所以 你要承担后果 我会从专业的角度 给你十五分 但是观众 他们不了解这些 不会包容你 他们只会给你十二分 或者 更低 所有刚入行的配音演员们 都要注意这个问题 如果你们还没有丰富的经验 和高超的技巧 在表演的时候 尽量做自己 选择适合自己的 用声音去购角色 购不到的就放弃 这是对作品的尊重 我之前试镜总是失败 是因为我选择了 我购不到的角色 我太执着于 证明自己的演技 忽视了一些 最根本的东西 只要能找到 适合的角色 我的表演 其实没有那么差 我和谢安彤的性格 有不少相似之处 很容易就共情 原作牟川老师 也给过我肯定 这两个月 我的台词和戏感 都得到了加强 我有自信 我能演好 新版系安彤的人物性格 会更复杂 既然你这么有信心 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吧 不错 比前几个演员 有了点样子 你先回去等消息吧 牟川还是有点眼光的 几个备选的演员里 就她和郭婷婷气质 比较符合 蒋思静也不错 但她的腰价太高 把我们当映钞机 郭婷婷另一个戏 下个月开拍 档期可能错不开啊 现在看来 她可用性最高 新人有新人的好处 没有固定标签 可塑性强 我喜欢这样的 渠道觉得可用 那就暂定她了 顾总的意思啊 我可以带你通知她 您怎么还记仇呢 我之前也是从市场的角度出发 才极力反对的 谁知道生有请就位会活呀 行了 西安童就这么定了 我再去和牟川确认一下剧本 你怎么回来了 哦 对 我听说你人气很高 节目组准备让你参加复活赛 我是接到了复活赛邀请 但因为档期问题 我没办法继续比赛了 所以 想来和老师道个别 感谢您这些天对我的照顾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档期问题是什么意思啊 啊 这节目把你的热度带起来了 你又要去搞娱乐圈那套了 我借了一个电影剧本 这个机会很不容易 这么说 你以后都打算放弃佩音了是吗 岳老师 我从小就很喜欢表演 佩音和演戏 都是表演的一种 我享受这种 释放自己塑造角色的感觉 这次的比赛 让我明白了 佩音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想要演好一个角色 要花很多时间去准备 我纠结了很久 实在是不能一心二用 只能放弃这次比赛 明白 能演戏 就没有必要来佩音 是吧 你也不是第一个 这么做的人 祝你成功 岳老师 请你相信我 我放弃的只是一次比赛 而不是佩音这件事 我说了 祝你成功 我要去给选手上课了 这是最新的剧本 你可以先看看 因为是根据记忆制造者的 第一个按键改编 所以正式的电影名 会叫 记忆钥匙 西安童女一号 林月男一号 谭警官男二 你怎么又在发呆 对不起 我想到了别的事 剧本徐道昨天就发我了 现在改编很过瘾 只是电影就要开拍了 林月的演员 还没有确定下来 因为你名声太差 读者都在抵制你 没人愿意接这部戏吗 其实 你可以不用这么直白的 对不起 我 电影本 对 他们还没有开始造势 但选角快结束了 牟川不同意版权买断 他的IP的确会有这种隐患 是我小看他了 以现在的舆论环境 和顾范新公司的资本实力 这种小成本电影 观众不可能买成 我们同题材的电视剧投资将近五亿 顾范没有任何优势 成也资本 败也资本 如果总投资五亿的电视剧输给了这部电影 后果不需要我再解释 目前你主角定的是 他负面流量太大 没有什么变现能力 男主角是谁 还没有定 没有定 那就是有变数 顾总放心 上升期的男演员 上升期的男演员不可能自降身价节这部戏 你是觉得自己足够了解这些上升期的演员 还是足够了解顾范 我们的男一号是秦牧野 精强为师弟 人气和演技都有保障 顾范在圈里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演员 这倒是事实 顾总的意思是 秦牧野和记忆制造者的通稿已经安排过了 我会加大力度 确保在风口浪尖上 没有人敢接顾范的电影 下周我要看到效果 明白 快看 是成天宇 路易飞哥全球代言人 他竟然拿到了这种量级的代言 厉害 是路易飞哥吗 有点奇怪 怎么了 路易飞哥之前的代言人和品牌智友都是我们公司的 从未和新芒的艺人合作过 我还以为这个资源是风云独家的呢 也许是品牌方觉得他形象很契合吧 你说的对 超级羡慕长得帅又有时尚感的明星了 那不是秦牧野吗 他换新发型了 颜值变高了 秦牧野最近好像特别红 因为刚拿了金墙为师弟吧 他现在资源好到爆 接代言接到手软 粉丝都开始抗议了 秦牧野 心造型无可 什么 你不是成婷语的真爱粉吗 怎么又喜欢上秦牧野了 成真是我的正宫 牧野是我的小强头啊 你看了记忆制造者剧版定装照吗 牧野和易轩配一脸 别提了 我昨天让记忆刷屏了 牧野和易轩 还有牧川粉 感觉全世界都是他们 连我妈都问我这句什么时候过 还好秦安童不是那谁演 他太恶心了 就是 面谈没演技还想拿一番 这种人就应该滚出娱乐圈 他们只是随口说说的 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不慌 我已经习惯了 来 顾总 我们的男主角选得怎么样了 已经定了 什么 已经定了 是谁 你是不是很闲 我剧本都快翻了 顾总 吃不好吧 我可是卖意不卖身的 不接受 有点种 你最近是不是吃太多了 你说什么 下周我局自卫视 要举办国具大赏 作为我是唯一一名 出席活动的女艺人 你必须在那之前 减重五金 国具大赏 我俩不清不白的关系 都还没洗清 现在过去参加 这么高大上的活动 不是找妈妈 还有 如果新玉也去 怎么 你怕了 那倒不至于 只是觉得她有点晦气 她再要争出什么事来 我怕我忍不住打她 正因为新玉在 你才要向世人证明 我看人的眼光 没有问题 顾总 这是顾范那边 接触过的男演员名单 这份资料怎么拿到的 公司内部成员透露的 我和他们的选角导演 之前有些交情 顾范带走的都是新妇 新公司铁板一块 怎么可能让你拿到名单 您的意思 这些只是他们的烟雾弹 你觉得上面哪个演员 是顾范会请的 据说他们私底下 还约了赵衍见面 您觉得他有没有可能 瑞丰影视 对 他最近还推掉了一个 和新盟合作的通告 他的发展势头正好 但瑞丰资源一直跟不上 的确有可能冒险一波 虽然比不上秦穆野 但他参演过的电影 票房都快不错 那就想办法让他变成票房毒药 这位小姐 请留步 你的东西掉了 谢谢 你是来做记忆手术的吗 是的 我来清除 和我男朋友有关的记忆 我要 忘掉他 每天都有很多情侣 因为一点小事闹到这里来 我看你现在情绪很不稳定 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呢 可是 太痛苦了 冒昧地问一句 你们是因为什么分开的呢 他 死了 擦擦眼泪吧 真是怕了你了 对个戏这么投入 对不起 没吓到你吧 我演戏一直有个毛病 太偏体验派了 有时带入了角色 就很难走出来 平时也还好 但一看牧川的剧本 就会控制不住 诸相也是 可能是他写得太好了吧 堂堂 我有点紧张 这是我第一次走红毯 你之前走过吗 走过一次时装周 国具大赏这种 我也是第一次 那 有什么秘诀吗 有个前辈在公司 培训的时候说过 秘诀就是 瘦白高 高跟鞋 穿最高的 人群中一眼就能看到你 有道理 我需要一双 12厘米的高跟鞋 要是你在我们公司就好了 我们公司有一个品牌库 各种衣服都可以租 对了 我这里有一些历届国具大赏的视频资料 我把地址发给你吧 关心了 关心了 啊 宣什么了 我们的电影关心了 我把地址发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想不到你还有勇气出现 万一我拿奖了呢 不来岂不是很亏 有道理 那提前祝你梦想成真吧 干嘛总盯着我的脸看 我在想 大家都熬着同样的夜 你怎么一点黑眼圈都没有 有心情想这些 看来状态不错 一会儿接受采访 希望你不要失态 因为睡得太好 脸上有点水肿 其他的还算满意 同为心芒的男艺人 最近秦木也受到了公司的力捧 你有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危险吗 与一心里最爱谁 这一点我不会怀疑 可是你前阵子在微博上给对家点赞 是因为手滑吗 我只是在宣传自己的心系 并没有给对家点赞 你的心系 是的 电影《记忆钥匙》 你会在里面客串吗 我会在《记忆钥匙》中出演男一号 林玥 小姐 郑小姐 请问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 我 没有看法